用數字看臺灣 掌握最新產經脈動 各位觀眾晚安 我是謝金河 歡迎再度收看本週的數字 臺灣 今天特別的節目 因為大學現在正在畢業典禮 我們講鳳凰花開 現在很多人開始要步上 人生的求職的道路 那麼在今天的這個六月 特別邀請到我們在臺灣兩位鼎鼎大名 備受學生歡迎的教授 來到我們節目現場 我想臺大的葉秉承教授 跟臺科大的盧熙鵬教授 他們在校園當中 都受到學生高度的歡迎 我常在想我們一生當中 在校園裡面能夠遇到一兩位 讓你終身難忘的老師 我相信一輩子都值回票價 因為名師 郝樂老師是改變你一生命運 非常重要的鬥手 所以在今天的這個 在六月大學生畢業的一個關鍵時刻 我們要從臺灣的人才 臺灣的年輕人到底何處去呢 來跟大家深入來討論 今天的單元 我想應該可看性非常高 那我想在之前我們來看看 在這個禮拜當中 有一些重要的財經的新聞 第一個是非常受到矚目的何壽川先生 永鋒金控的董事長 遭到收押 這個在國內來講 臺灣的企業老闆 被收押的程式 很可能是七十年以來最高的 那麼這個情況 是震撼全臺灣的金融圈 同時對企業界也帶來非常大的震撼 因為在收押的企業老闆當中 從來沒有一個像何壽川先生 這樣的他的資歷 跟他的這個集團家族實力這麼雄厚 那麼在這一次 我想最後是 金管會把何壽川先生解職 那何壽川收押以後 對未來的集團 我相信會帶來非常大的衝擊 那麼臺灣的金融體系 從去年的永鋒金控的 這種弊案之後 到現在為止 那麼這兩個都是非常大的事件 那同時也是要告訴大家 公司治理非常重要 另外一個我們來看 這個在王文燕的部分 他特別提到的 這個也是我們值得大家來反思的 一個他提到社會變遷的壓力 剩餘企業的競爭 最近我們看到齊柏林這個摔了飛機 坐雅尼的這個事件 大家對雅尼也有很多的質疑 那麼臺灣的損益業 到底能不能發展 我相信也備受大家高度的關注 那郭台銘董事長特別提到 他說臺灣的行政效率太差 他說他不想回臺灣來投資 但是這個禮拜當中大家可以看到鴻海在麥格里把目標價調高到兩百的情況之下 他讓臺股在萬點的挑戰賽當中 他現在看起來是更具實力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鴻海在這個禮拜內 他成為這個臺股最重要的多頭總司令 那麼我們看到在目前的這個收錶的行動當中 美國聯準會開始收錶 但是國際金融市場好像沒有受到任何影響 美股繼續大幅上漲 那麼在葉倫的這個收錶的計畫當中 大家可能慢慢看到他的收錶是按部就班 而且他是把所有的這個要收錶的金額 大概都寫得很清楚 所以這個情況他也希望說在歷歷升高的過程當中收錶計畫不要對國際金融市場造成太大的影響 這是大家可以從這個角度去觀察的 另外我們看到這個禮拜最受到大家矚目的是亞馬遜 那麼用一股四兆塊美金是一百三十七億美元 併購美國的有機食品的這個超級市場 這個whole food market 這個這一家公司 我到美國去的時候這個逛到裡面去才知道 他的生鮮食品賣相非常好 而且讓你一霸不能 我買了很多東西 所以這個是對未來來講 我相信這是線上線下的 馬雲其實在去年二零一六年的十月 他已經預告這個所謂新零售時代 也就是線上線下的結合 那麼現在亞馬遜開始開第一槍 那麼其實馬雲老早已經他併購了銀太百貨連華超市蘇寧的這個電器 那麼他老早就已經走上線上線下的 all to all的這個結合的道路 現在亞馬遜開始步上第一步路 我相信這個對未來世界影響會很深遠 我們看到美國現在在亞馬遜的這個快速併吞之下 這個SEOS在今年四二二號已經宣布破產 那麼我們看到包括Jesse Penny 包括梅西百貨 現在其實處境都非常危險 所以美國的零售業 在在亞馬遜的巨大公式當中 到底如何來看下一個生態的變化 就新零售跟舊零售 可能會出現很大的一個變化 因為這是吳曉輝現在在中國的這個 大家看到安邦集團 現在他被雙規了 那麼對整個集團未來的發展 那大家高度關注 你可以看到華爾大夫 他是在二零一四年用二十億美元 把這個飯店買下來 但是現在看起來 包括後面用六十五億美金 把Risk Carton跟這個 霍西蘭的系統的Strategy的這個 美國的飯店業者買下來之後 現在美國的這個這個飯店的系統 大概十六家大飯店 都是被這個安邦集團所控制 那他現在遭到類似收押的情況 這個到底會對未來世界造成什麼影響 足得大家順目以待 這是這個亞富的這個這個阿里巴巴的未來 我想馬雲最近特別提到 這是大家非常足得來思考的方向 馬雲說在八年前 他成立阿里雲的時候 他根本不知道數據靠 怎麼用數據來賺錢 那他現在告訴大家 數據是水 網路是土壤 他說未來不會靠數據賺錢的企業 跟國家都會滅亡 那馬雲特別提到他說五年以後 可能大家只要帶一個手機 透過人臉辨識 你就可以環遊世界 那這當中他說 將來你可以不用護照 那馬雲已經把未來的時代的發展 他說現在阿里雲已經把包括 你的買賣的支付系統 包括旅遊的這個所有的一切 都已經涵蓋在這裡面 他可以同時服務二十億的人 那麼他說未來二十年之後 阿里巴巴會變成全世界第五大經濟體 換句話說他會僅次於美國 僅次於中國 歐洲跟日本 我相信他的夢想的時代 讓我們瞠目結舌 但是馬雲講的話 大家可以思考 我常講有夢最美 就是年輕人在未來的人生路上 恐怕要好好去顯示的一個地方 回頭我們要來討論 我們年輕人出路在哪裡 我們先介紹臺科大的特聘教授 盧信平盧教授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好 我們臺大最受歡迎的教授 葉秉成 葉教授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葉秉成 好 非常歡迎 我們兩位都是帥哥 都是型男 今天兩位口才都比我好 我想先請這個葉教授 來跟大家來聊一下 就是我們常常在講說 像最近李登維 李前總統講 他說這個一個國家的改革 如果要成功 年輕人不能夠缺席 那臺灣一直以來 現在比方說 我們都在抱怨年輕人的低薪 出路受到這個阻礙 那你過去一直提到 臺灣一直以來都不太重視人的價值 那這個現在看起來 年輕人其實現在比方說 像我的兒子現在剛大學畢業 我看人生忙忙 就是下一步到底怎麼走 我想他可能都覺得很徬徨 所以這個從現在年輕人的困窘 我們到底這個根源 要怎麼來來掙脫 現在的一個瓶頸 我覺得現在我們在學校裡面碰到學生 他們比如說畢業前 有時候學生來跟我們聊 我就覺得 我就分享一下 像有時候學生畢業前 他就很困惑 他就像剛剛謝大哥提 他說他不知道他以後要做什麼 那他有在問我說老師我以後是當Sales比較好 還是當RD比較好 當工程師比較好 那我就跟他說 你人生就只有這兩個選項嗎 他說不是就工程師玩就Sales嗎 可是我說 我就問他說有個工作叫產品工程師 你知道嗎 他是要很懂技術 但是要扮演客戶跟Sales 甚至客戶跟RD之間的橋樑 他也是個很懂技術的人 但是他不是宅在這個Lab裡面 他是要跟人做很多接觸 他說老師有這樣的工作 我都不知道 所以這給我一個很深刻的感受 是我們的社會 並沒有讓年輕人有機會 看到他有哪些option 當你不知道外面有哪些option的時候 那你自己一直在問自己說 在那邊焦慮說 我到底選哪個比較好的時候 我認為那是一個荒謬的事情 所以其實我一直跟我的學生提到 就是說我認為要找到自己的天命 就是真的很適合自己的事情做的時候 我覺得有兩件 有幾件事很重要 第一個 我覺得實習是非常重要 可是很多人不知道實習要怎麼好好實習 比如說現在很多學生說 老師可是很多公司 他實習文化不是很好 每次就找我去打閘 我覺得去那邊好像學不到東西 我說no 你還是可以學到東西 怎麼說 我說你就去實習 那就算他給你打閘的工作 你中午吃飯的時候 你跟一個前輩 就隨便找一個前輩說 跟他去吃飯說 學長 你你是做什麼工作 你是做產品工程師 產品工程師幹嘛 產品工程師需要什麼背景的人 需要什麼個性的人 產品工程的成就感在哪裡 那你馬上回來就把它記錄下來 你就有第一個這個工作資料庫的 第一筆資料 你整個兩個月下來 你在公司裡面跟很多人聊過之後 你就會知道說 這個世界上有哪些option 有哪些是 這個這些工作可以帶你去做 這是認識世界 接下來你要做什麼 認識自己 你在學校裡面 你要你自己還不知道自己是什麼樣子 比如說我還沒創業之前 我也不知道我自己 適不適合做生意 可是你要去試過之後 才知道說原來你可能有哪方面的才能 原來哪些事情 可能不像你想像的 那你試過很多事情之後 你對自己各式各樣的能力 對自己適合做什麼事情 喜歡做什麼事情 你過了解以後認識自己 認識世界 認識自己之後 接下來可能就可以連連看了 你畢業前 你再從你這個工作資料庫找出來 這個工作需要這樣個性的人 我好像不是 打個X 第二種工作 他好像需要什麼能力 我好像有 這個這樣也需要這樣個性 我好像是這樣的人 我可能會比較適合做這個事情 那你就有機會找到一個 比較適合你的路 所以我覺得現在的年輕人是 我們的爸媽把孩子保護得太好 保護太好 對 二十五歲才出社會 二十五歲出社會的時候 他就你知道二十五歲出社會 我們這個社會都期待一個年輕人 大概在三十歲的時候 你要找到自己的路 如果你二十五歲才出社會 你只有五年 他不敢放膽的去試各種可能性 所以我覺得爸媽應該要開始 讓孩子就是說 你要放寬心 讓他可能還沒出大學之前 就去實習幹什麼 去認識世界 認識自己 然後最後才有機會連連看 找到他自己的甜蜜 認識自己 我相信最關鍵的 我常講千金難買少年窮 少年窮苦 這是獨立心智 一個很重要的起點 那我常想 我說我一輩子 可能很感謝我爸爸媽媽 我爸爸小學畢業 我媽媽是沒讀書的 所以在成長路上 永遠是你自己 為什麼呢 我在人生的路上的摸手 大概經過幾個階段 這個也是年輕人 大家可以稍微思考 就是說我在讀初中的時候 我發現我的物理化學很難練 我怎麼練 大概考起來都勉強及格 我讀得很痛苦 那我歷史地理 我差不多考一百分 我發現我對社會科學 我有我特殊的 但在那個年代裡面 比方說我們要讀社會 以前叫文族 一個叫李族 我們有這個夾餅族 一個這個乙丁族 那我們如果一般男生去讀 那個社會族 通常都很沒面子 我後來我高中的時候 我說我讀社會族 大家都不相信 每個同學跟我讀一碗面 我全贏 為什麼 大家都不相信 我功課面很差 所以我就讀社會族 第一個人生的差路 就從這裡開始 到了這個大學以後 就選這路就多了 為什麼 我高中 四大陸中我前半第一名畢業 我可以保送四大陸中一個戲 你知道嗎 後來你想一想 我說我如果保送的話 我就不會考大學 我輕鬆了 後來我想一想 我說出來會當老師 為什麼 因為人生的路定的話 沒有挑戰 為什麼以後一定會知道 我會當老師 我覺得這個不刺激 第一個我放棄 第二個後來我爸爸叫我去考中央警官學校 我考分數很高 我就帶來一個報到通知單 到廣州街 我就掙扎到底要不要報到 我爸爸說那個出來就當警官 他說一輩子都沒有問題了 我想一想 我一輩子 我對警察的工作 我不是那麼熱衷 所以我大概下午兩三點 我幫他報到通知 他收起來 我就回家 我爸爸差點昏倒 如果期望我今天中央警官學校 我根本沒報到 後來有等大學放榜 大學放榜我考到政大氣管系 到大學畢業的時候 還有第三關 我爸爸叫我去考海關 我考普考 昏花到前鎮關區 我爸爸說那個回水很多 我說這個好像不是我希望的 我就到那個西佐安海邊逛逛逛 我就把後來幫完的時候 後來決定把那一張報到通知單 丟到海裡去了 我就回來了 回來了 去辦雜誌 我爸爸差不多昏倒 為什麼 我這一生走來 沒有一個是這個遵照 我爸爸的願望 為什麼高中的時候 我爸爸叫我讀病主 以後要考醫生 你說後來我想我對社會組 社會科學比較有興趣 我當然就放棄了 所以我現在跟我兒子講 就是說 我那個時代 我就知道自己要幹嘛 所以我辦雜誌的時候 我說我一輩子都辦雜誌 辦到現在 我爸爸說 那個要害一個人就辦雜誌 是 我說辦一輩子我都沒倒 所以人生就這樣顯過來 我想現在的年輕人 我覺得大學畢業了 你要想一想 你真正最重要的興趣到底是什麼 所以我一生服用的信條叫熱災工作 就那個工作是你快樂的 所以因為你快樂 所以你工作做下去 每天都很快樂 你也不要一粒一休 你就說限制 你供什麼苦勞 什麼我工作上 我就如果工作會讓你痛苦 千萬不要做 因為一定沒有 一定沒有未來 沒有前途 所以等一下回來要請教 我們盧教授來看看 年輕人在這個 比方說現在大學畢業了 人生路到底應該怎麼選擇 我常感覺就是說 現在大學畢業典禮參加完 如果你不再考研究所 要進入到社會的職場 那個選擇跟選太太一樣 都很重要 一旦選錯 人生大概會受到很大影響 而且這個是決定你命運 最重要兩個關卡 所以等一下回來 我們請盧老師來告訴大家 未來大家的路應該怎麼走 歡迎回到現場 剛剛葉老師特別提到 就是說我們年輕人 對社會的參與度 就是比方說你講二十五歲 畢業到三十歲 應該 路應該很清楚 那現在就是說很多人 都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做什麼 我覺得 我常發現很多人不知道自己要什麼 那也許大概父母親可能給太多 為什麼 父母親因為怕你的小孩吃苦 所以我們大部分是幫他做 所以小孩就放在身邊 如果到大學 我發現我現在觀察年輕人 很多人第一關不會煮飯 他從來沒洗過衣服 所以我常講千金難買少年窮 就是說你少也多見 就是說你小時候如果窮困一點 然後都做一點雜事 但是可能你成長會比較快 所以現在我特別請教盧老師 就是說現在很多人走出大學校門 對一生的路到底怎麼來抉擇 我覺得是最少你在你看那麼多 看到現在為止 不要特別請教兩位 現在的大學生經常在趕開那個低薪 二十二K 現在年輕到底會比我們三十年或三四十年前的 我們要差嗎 我實在不覺得 因為年輕人好的 我覺得那棒的實在不得了的多 當然也有很爛的 但是就是說怎麼樣能夠讓自己在未來的人生的路上 第一步就踩穩 而且能夠慢慢地走上人生的抗狀大道 是 我想就像這個靖和兄講的一樣要做自己喜歡的事情 其實在廣告之前這個靖和兄有談到說 他一路走來 他父親要他當老師 當公務人員 他都不去當 結果去做一個他父親最不想要做的 叫做辦雜誌 這讓我想到我有一個朋友 他說他的 他把兒子送到澳洲去學金融 拿到金融碩士以後 他跟他兒子說 爸爸有銀行有認識人 把你推薦到銀行工作好不好 他的兒子竟然跟他爸爸說爸我才不要像你這樣 朝九晚五一輩子做到六十五歲 那他爸爸就問他說 那你畢業後要幹嘛呢 他說我要背著包包 到歐洲做旅行攝影師 他爸爸就跟我說那完了 以前是養兒防老 現在要養老防兒了 但是後來他的兒子走了旅行 到了歐洲走了幾趟之後 代理了一些歐洲的品牌 後來在臺灣成立一家 還算蠻有名的一個歐洲品牌的瓷器店的公司 我說你的兒子如果沒有走一遍這件事情的話 他跟你做一模一樣的事情 臺灣是沒有機會的 我們為什麼這樣子講呢 我們今年大概從大學畢業的 大概有三十二萬人 但是二零一零年 也就是今年七歲的人 我們只有十七萬人 十六點六萬人出生 也就是十五年以後 我們從三十二萬人 從大學畢業 會變成只有十六萬人 從大學畢業 等於是攔腰斬了一半 這代表一個意思是什麼呢 如果說這個有遠視的年輕人 就會發現一件事情 現在的就業率 如果是百分之百的話 那未來勢必會有一半的工作 找不到人 這個時候我們相信十五年 一定會有一種業態出現 叫做一個人服務多家公司 因為一個人服務一家公司的時代 已經過去了 我們以資訊管理為例 一個人服務一家資訊公司的時代 過去了 因為雲計算 雲機房出來之後 可能是一族很強的人 可能被Google 被Amazon 被中華電信聘走了 但是他所做的 所有的網路管理跟程式設計 他將要服務上百上千上萬人 為什麼 因為我們只有十六萬 十七萬人出生 第一個 一個人服務多家公司 我覺得是未來十五年 如果臺灣的這個年輕人的產業 如果沒有發展到這個地步 我們覺得銀行聘不到人 工廠聘不到人 沒有足夠的會計師 沒有足夠的程式設計師 沒有足夠的工程師 也沒有足夠的業務 因為我們畢業的人少一半 第二個 因為畢業的人少一半 這群的年輕人 他必須要尋求一個收入是我們兩倍的工作 不然我們的所得稅就不夠了 你想想看 當我們老的時候 靠的這個下一代所繳的稅收 但他們人數只有一半 所以那個比爾蓋茨說以後機器人要收稅 所以我會覺得 你從這個人口未來十五年的板塊的移動 從三十二萬人從大學畢業 到未來只有十六十七萬人 後來到二十萬人從大學畢業的話 其實年輕人必須要去尋求一個 一個人服務多家公司 那是什麼 那就是所謂的服務業 那就是所謂的創新創業 那就是所謂的一些所謂的商務的服務 任何的服務業 都是一個人服務多家公司 那第二個當然他們要尋求剛剛您所說的 一個更高薪資的所得 不然的話這個國家的稅收將會不夠 現在的創新創業可能又會跟二十年前的創新創業是不一樣的 而現在的創新創業應該是有一個生態系統的創業 舉例來說我在Amazon的生態系創業 我在阿里巴巴的生態系創業 我在一個生態系統創業的情況之下 我只要負責我的那一個部分 因為我們發現大陸講的這個萬眾創新大眾創業 大概有百分之七十是在電商的環境中做創業 因為電商的生態系統出現了 他就可以很容易進到這個裡頭來 所以我會覺得年輕人要怎麼找工作呢 要找未來一個人服務多家公司的行業 以及創新創業 你要選擇一個生態系 學習跟別人合作來做這樣子的創業 我們現在離開大學校園已經三十五年 但是現在如果想起來大學那四年 我們還是私藏懷念 比方說我們政大氣管系畢業的人 大家會永遠懷念師徒達弦老師 是是 大家共同的師長 臺大的學生我問很多人 其實葉秉承老師 我們葉教授是臺大第一招牌的名師 所以很多人就上過你的課 你都爆滿 而且大家在心目中 這麼棒的老師 在大學不是很多 我們葉老師其實在政大是非常受歡迎的 我想從你這個在在臺大開的 這個一直在講一個翻轉教室 就打game也能夠學習 其實線上學習的風潮幾乎是你帶動的 那我想包括那個是你從那個學創的這個 這個競賽裡面都拿到冠軍 我看洪海會來一億八千萬投你的那個 那這個這個這個立場就你如何讓大學校園當中 你透過非常生動的這種遊戲 game當中能夠激勵學生走上人生的創業的道路 我覺得這個是因為我當老師有從二零零一年 我開始在密西根大學當助教 那我們密西根大學的我們那個系是要規定老師要教課的 所以我那個時候我教書生涯在從二零零一年開始 那從二零零一年到二零一零年剛好是一個階段 我一直認為教書教得好 就是教得清楚 教得有趣 我就花很多力氣讓我講得很清楚 講得很有趣 那二零一零一年 那一年很榮幸得到台大的教學結束獎 那是只給百分之一的老師 然後領獎那一天我就開始有一個錯覺 就好像武俠小時候講的那種 我就覺得我教室的功夫 好像以針 以針化盡 然後頒獎典禮隔兩天呢 去教室上課 我還是使出渾身結束 我講得很清楚講也有趣 可是講到一半 後面那邊有三四個人在渡估 你知道以前也有人渡估 可是現在我以針化盡 我這個教學已經perfect 怎麼還有人渡估 我整堂課就看那三四個人 就像你買那筆記型電腦 如果運氣不然買到有壞點 眼睛一直看那幾個壞點 我一直問我自己說 為什麼學生會渡估 我那天晚上睡不著覺 一直在想這個問題 後來半夜一段找到原因 我後來發現說 你如果一個學生沒有動機的話 你教得再清楚再有趣 他也不會想要學 我後來才發現說 一個老師把課講得清楚 講得有趣 那是基本的 只是很多老師 可能這一塊也沒有做得很好 所以我們就覺得 做到這樣已經很不錯 事實上不是 一個老師最終極的追求 應該是要怎麼讓學生有動機去學習 所以其實我倒不是說 一定要做遊戲 或是一定要做翻轉 或是各式各樣 我覺得那個關鍵是說 因為學生 我們在學校裡面看到學生 那個每三到五年 那個腦筋就換了一個世代 三到五年前 你什麼東西很有用 很有效果 可以打動他 過個三年以後 可能就沒有用了 所以老師是一個滾動式 一直不斷修正你教學方法的一個工作 你必須要去找到什麼方式 可以讓你學生很有動機 那我覺得那回到剛才 謝大哥提到 我自己還有另外一個給我自己的期許 就是說我覺得我們當一個老師 最重要的是要幫學生建立一輩子有用的能力 對 如果我今天的課只是因為我給他的這個知識 這個知識如果他畢業三五年之後 就不會再用到的話 那我覺得我做一個老師 我我我我提供的價值 我創造價值其實是很低的 我希望我給我自己的期許 是我能夠 我記得我那時候 我在臺大開這個簡報課 很多同學想要修那個簡報課 我當初在設計那課的時候 花了三年的時間 可是每次設計到 在想著你想到很累的時候 我拿好一通就浮現一個畫面 我就浮現有一個學生 他修我的簡報課 然後畢業之後過了二十年 有一天總經理派他去跟一個很重要的 客戶做個presentation 他做得很成功 哇 把生意簽下來 回來老闆就給他升作副總 對 哇 他興奮的去廁所 就衝一把臉要call down 然後衝一把臉 然後看著鏡中的自己說 多虧我之前修過葉老師的課 我才有今天 我還覺得做老師 我覺得做老師最有成就感 就是說你到底能不能幫學生 建立一輩子有用的能力 讓他畢業之後五年 十年 二十年 就像剛才謝大哥提到 你到現在還是很懷念 這個師徒老師 我覺得這個還是一個做老師 最重要的一個 最欣慰的 對 就是說你在一生當中 我常講 不管你讀研究所也好 讀大學也好 你如果有能夠在你的 這種求學的生涯當中 遇到一個 兩個 三個 當然越多越好 這種讓你一生難忘的老師 你在他點放在身上 這種點放學習 或從他身上 我相信那個得到會非常多 所以為什麼我說我們到現在為止 經常身經百戰 師徒老師當過大一的導師 我大一就被他經常叫名字 到大是要上企業政策 他第一個經常點我的名字 那點了以後呢 因為企業政策是Case Study 所以那個一開始 結果你講完以後所有群起為公 所以你到每個禮拜要上課 你這個壓力無限大 但是在這種壓力當中 你會發現通常老師 要求越嚴格的老師 你對他印象會越順刻 而且對你的那種成長的推力 我覺得那個是大的 所以這個這個也許是大家很可能在學校裡面 你千萬不要找那個很容易過的老師 最好是找一點有點壓力的老師 我相信這個時候 對你的成長是比較有幫助的 等一下回來我們來請教我們盧老師 來告訴大家 人生學習的路上 未來的這個世界 你如果跟這個世界接軌 我想這是大家可能要在你人生路上 現在要開始進入主場的時候 想清楚的地方稍微來 歡迎回到現場 剛剛盧老師特別提到了 就是說現在的年輕人 如果大學畢業 你要選賣顏書機 要自己創業 還是到銀行上班 這個路當然就不一樣了 我周遭的朋友裡面 都不太鼓勵人家去創業 為什麼 年輕人創業 這個路其實不好走 像王柏妍董事長 或是我看最近我們杜紫辰都非常反對 這個大家去年輕人 就一開始就去創業 但是未來世界變化的路 當然非常大 就是也許等一下葉老師也跟我們講講 就是說這個以前大家去讀大學 所以就要選學校 再來就選科系 現在其實我看如果你把這三十年在全世界獨領風騷了 不管賈波士也好 或是現在像馬克走波哥 我看他剛剛完成大學的他的文憑教育 那現在就是說我們在人生的路上 到底你怎麼選擇做自己 我想這是一個在社會巨變的時代 我相信這是一個 你可以想像得到 我們以前沒有網路 現在有網路了 那有網路這種時代 你看到亞馬遜起來之後 很多原來做零售 通通打死 未來世界好像越來越集中 你看到從蘋果開始 一路到現在Google 一直到亞馬遜到FB 你包括那個平台 我像做媒體 我現在在想 我說臺灣的媒體廣告一年大概四百億 那FB大概在臺灣 又一年就弄走一百多億 如果再把Google加上去 可能花快兩百 兩百 原來這個媒體就有四百億左右的廣告預算 現在一分你剩一半 剩一半以後後來電視越來越困難 為什麼 電視現在廣告越來越少 報紙幾乎快媚亡 雜誌也很困難 所以這個就是說 原來的很多的那個傳統的行業 慢慢就消失 那消失以後 這個對年輕人來講 他也代表他的危機 但是也是機會 沒錯 我們怎麼看未來年輕人的選擇 沒錯 你知道這個 就像您剛剛所說的 未來有很多的職業會消失掉 不管是被互聯網或者是AI 有很多人預測 這AI現在會期待百分之五十的 這個工作嘛 所以前一陣子我女兒就問我說 爸爸我以後長大要幹什麼 我跟他說你不用急 因為你未來的工作 現在還不存在 因為他如果未來的工作 做得跟我是一模一樣的 我們剛剛提到過 這個產業結構 就不會往前進 因為他們人變少了 就像我們當初 在大學時代的時候 也沒什麼所謂的這個電子商務 也沒有行動商務 也根本沒有所謂的新零售 其實你看現在有很多的職業 都是新出來的 其實過去很多農業時代的職業也都不見了 所以AI出來之後 我相信未來十五年 是一個職業大轉換的時代 因為我們必須要進入到一個更有生產力的職業來 當然這個生產力除了AI之外 就剛剛您所說的這個電子商務 你知道我十年前在台灣科技大學 教過一個大山的小女生 她在這個台灣的拍賣網站上賣這個日本娃娃 有一天這個小女生跟我說老師日本娃娃已經在台灣不能賣了 因為我的競爭對手的價格 跟我從工廠批的價格已經差不多了 她說消價競爭到已經無力可圖了 三個月以後我碰到這個小女生 我就問她說你網上生意做得怎麼樣呢 她跟我說老師 我現在的日本娃娃已經賣到墨西哥去了 我說你怎麼做的 她說很容易 我那個大山的小女生 那很容易啊 當我發現台灣不能賣的時候 我就透過eBay一個國家一個國家的找 後來發現墨西哥居然沒有人賣日本娃娃 他馬上從台灣就上架去墨西哥去 而且他跟我講說老師你知道嗎 我即將在實體店就要賣我的日本娃娃了 因為有一個實體老闆在網上看到他跟他聯絡 但是我現在這個合作的夥伴 我到現在還沒跟他見過面 你知道在我們這個時代 如果要把日本娃娃賣到墨西哥去 你一定是拎著公視包跑到墨西哥 你要做國際行銷 國際服務 國際渠道 你要認識很多的人 但是現在年輕的一代 他認識人不是拎著包包飛到墨西哥 他在網際網路上面 在互聯網上面 他就認識了墨西哥人 就像我生日的時候 有五百個人跟我說生日快樂 有一半以上我不認識 所以朋友的定義已經在開始改變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們這個時代是這樣子做事情 但是一個小女生 大三什麼都沒有 他要自己做金流 自己做物流 自己去郵寄 他甚至還設計了一個保險 就是墨西哥人 如果沒有收到他的日本娃娃 如果你付了保險費之後 我會再寄一個給他 這違不違法 當然違法 一個小女生 怎麼可以設計保險 但你可以發現 他為了要解決問題 他做了一些很多為了求生存下的一些東西 我覺得現在臺灣人最大的一個麻煩 是因為我們現在因為薪資很多年沒有改變 所以我們會發現到美國求學讀書的成本太高 你知道我們以前在我去美國讀書的時候 大概這個一年大概花一萬美金 大概四千多塊的一萬多美金 現在大概花五萬美金 但是我們的薪資跟二十年前差不多 導致於我們現在的年輕人 都這個家裡的負擔 可能沒有辦法負擔太多的學生 到美國去求學 但是我們忘掉一件事情了 我們年輕人最厲害的就是互聯網 就是網際網路 這個網際網路是可以幫助我們連接國外的 而且我會鼓勵我的學生 如果有可能到國外遊學 或者是到國外去找一份打工 或者是工作 我覺得這一點都不叫做人才外流 當你開始到了大陸 或者是到世界各地去工作的時候 你知道嗎 如果臺灣這個人親土親 有一天這些人功成名就的時候 都會想回臺灣 你看像李開副繞了一圈之後 後來選擇定居臺灣 但這些回到臺灣的人 就把這個全世界的連結 跟全世界的智能智慧給帶回來了 我說我們過去的聯考教育 重視的是intellectual capital 叫做智慧資本 但是我們覺得在互聯網世代裡頭 有一種叫做 social capital 叫做社會資本 這個社會資本 我們說智慧資本是認識你自己 你自己要成為一個有能力的人 但是社會資本指的是 你要認識別人 認識這個世界 就像剛剛秉承所說的 當你認識這個世界 認識別人之後 大家的智慧資本連結起來之後 那是一個生態系統 我覺得那個未來的職業 是由這個生態系統連結 所走出來的 就像這個 Jurassic Park 這個侏羅紀公園所說的生命會尋找出路 而這個生命不是單一的物種 而是一群物種的連結 這個連結為了求生存 他會走出自己的路出來 就像我們大三的小女生 但是現在呢 我們說當時的小女生是單槍匹馬的面對世界的市場 但是我覺得現在台灣人如果要再幫一個大學生創業的話 你最好整個的金流物流爆關電子商務服務業等等之類的生態系統 你要幫他建立好 也就是現在的創業應該跟二十年前不一樣了 二十年前的創業是給他一筆錢叫他自己去創 現在人的創業是給他一筆錢 除了叫他自己去闖之外 其實那個生態系統必須要把他建立起來 我有時候看到我兒子的時候在想說 我這個年齡 他到底有沒有比我優秀 約老師你在台大這麼多年 其實你可以幫我們稍微比較一下 就是說我們常常現在 因為年輕人經常都在嘆氣 都找不到路 我都覺得說現在年輕人其實 我相信他一定比我們三十年前 或四十年前更優秀 但是路到底怎麼走 我想你這段時間你來做實驗教育 那我想從這當中 到底那個人才怎麼培養 然後人才能夠打到夜球軌道 那個我想你最重要 等一下回來你來告訴我們 好 歡迎再回到現場 我想我們盧教授也好 葉老師也好 我想都是五年級生 我四年級我比你們大 所以你可以講 我六年級 我做完他婚禮的主持 所以你這個已經算幼稚了 你教過的學生來講 像現在我們講時代 長江後浪推前浪 現在後浪到底有沒有比前浪要強 你的感覺 也許兩位都在大學裡面 可能感受會比我們更強烈 所以你現在就是說 從人才的培育當中 我們怎麼看現代的年輕人 跟以前的年輕人來比 我覺得其實與其談年輕人 我覺得我更希望 我覺得更應該我們要談的是 這個長輩 因為我覺得我們現在很多長輩 都會認為說 臺灣年輕人 這個我最常聽到就是說 沒有狼性 積極性不夠等等 可是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一個關鍵 其實剛剛盧老師提到 就是說這個世界變化非常快 這個牛津大學之前 有一個研究是說 現在的工作有百分之四十七 以後會不見 然後英國的這個勞動部 一個產業的報告 也是講到說 二十年後的工作有六十五 Percent 那個時候的工作 現在他還沒出現 就像盧老師跟他女兒講 所以我們現在已經看到 這世界會有一個非常大的變化 所以我覺得現在年輕人 最重要是培養他應變的能力 應變 所以其實我們過去的長輩 常常會希望說 我的孩子是不是能夠找到 就像剛才謝大哥的爸爸 希望你去念 中央警官學校以後就 就不用 透透了 就安全了 我常常講就是人生 好像拿著一根蠟燭 往那個山洞裡面找去探索 就你如果知道 你以後要做什麼 我覺得那個不好玩 因為如果知道當老師 以後當警察 或當海關 我就覺得那個已經決定了 決定了 我覺得寧可去闖 闖闖看再說 我一直有這個想法 所以我覺得現在 最大的問題是 其實不只是說不好玩 其實事實上甚至是爸爸媽媽 現在覺得說是好的路 事實上連這些路都不是好的路 我最常舉的例子就是說 十幾年前那時候 很多爸媽都叫小孩說 你去念教育學程 以後當老師最最穩當 可是到後來功過於求 現在臺灣有非常多的流浪教師 然後都找不到 而且有的人考好多年 都考不上老師 然後那個那個那個 那個終點費很很可憐 一個一個小時才兩百多塊 那這些這些人被耽誤了 他的人生 他最後再去跟他爸媽講說 都是你啊 都是你害我 叫我去 所以我覺得爸爸媽媽 自己要要要要 開始要想這個事情 我常常跟爸爸媽媽講說 你對這個世界的變化的趨勢 你有沒有掌握 我發現很多爸爸媽媽 其實臺灣的長輩 對世界趨勢都沒有掌握 可是他又想要主宰 孩子在未來的人生 這件事情是非常可怕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我們應該要放手 就像剛剛盧老師提到說 生命會找到出路 你放手讓他去闖 他今天去撞牆去碰壁 他自己就會找出他的生存之道 我覺得我們現在臺灣的年輕人 最可憐的就是都被關在家裡 關在就是說 一定要關到二十五歲 現在說以前是大學畢業就出社會 以前十八歲就出社會 後來要大學畢業就出社會 現在要念完碩士才出社會 你關到二十五年才出社會 他早就已經失去了那個勇氣 說他去做改變 所以我覺得我們應該要 我覺得臺灣現在最大的問題是 爸爸媽媽不敢放手 可是我覺得就是要放手 因為我剛才提到 即使剛才提到說創業有可能會失敗 我覺得失敗沒關係 因為臺灣孩子就是欠缺失敗的經驗 而且每當失敗 你今天去做創業 你今天就是面對一個全新的 你沒有碰過的局面 全新的產業 你就會做很多的學習 你會很快要pick up那些know how 這些很快的這個pick up 這個能力讓他以後 不管是做哪一行哪一業 他都可以很快的去跟人家競爭 我覺得那個才是最關鍵 所以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臺灣的長輩們應該要提任到 要要收手 要收手 除非你自己是 你比你的孩子還要更懂 這個世界 但是我覺得我自己的觀察 其實沒有 事實上我後來發現 我常常跟臺大學員講 就是說他們很苦惱 說爸媽給他的建議 跟他想做事情不一樣 我就問他說 你認為你對這個產業的了解 比較多 懂 還是你爸媽比較懂 事實上我覺得 他們對這個世界的了解 遠超過他們爸媽 那我說那你為什麼 還要讓你爸媽來主宰你的人生 所以臺灣的孩子自己 年輕人也要自己有那個自信說 要挑戰父母親 你說的就不一定對 所以這一代的年輕人 最大的悲哀 是生在能幹 非常能幹的父母親的身邊 這個是麻煩 為什麼 這個女生一生都幫你決定 這是悲慘的 為什麼 我有時候想我大學生 我大學畢業那一年 我做了什麼事 我就帶了七八 因為我對地方派系 對政治 我很有興趣 我差點去搞政治 我就開始從基隆開始 帶著七八個同學 去拜訪派系領袖 從北臺灣一直到南臺灣 像彰化的黃順興 我到最後去找那個伊登花 那個以前屏東 秋連輝 我到伊登花的那個八卦聊的遺詞 跟他聊一整天 我們去他是打赤膊 然後談民主政治 然後中午 他們吃不糖去抓那個無鉤魚 殺一殺一個人一隻無鉤魚 再加一碗麵線 聊到傍晚 我們離開以後沒多久 他就被暗殺了 所以在那個年代裡面 我覺得這個是我們自己找的 我們大學畢業的時候 去打電話給當年都當過市長 當過縣長的人 然後地方派系大佬 然後他願意見你 我覺得這個我們至少有這個膽識 所以你走出去之後 你就知道人生路在哪裡 我想這個就是現在給年輕人 可能大家可以好好去思考的地方 等一下回來 其實要特別請教盧教授 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最近大學畢業 我看很多人的演講 像李開副也講 那個副課也到麻省理工學院 去跟畢業生致辭 到現在為止 其實最經典的還是這個賈博斯 到Stanford去致辭的時候 你看他後面留下一個話 這個非常經典 就是說現在年輕人來講 我覺得身上 我又是看我兒子 不夠韓國 我們以前沒得吃 要拚 現在他身上那種韓國 你就總覺得差一點點 等一下回來 我們這個從韓國的角度 來跟大家開示一下 好不好 稍微 我們節目漸進尾聲 我想在最後的單元請盧教授來跟大家講講其實那個年輕人要有憨鬼那種飢餓的感覺對知識饑渴 對財富也饑渴 這個對你成長路上可能會比較快 但是我覺得現在家長的當家長的 我覺得不要給小孩子太多 你知道嗎 就是我們現在怕他吃苦了 結果你照顧太多 以後他身上沒感覺 這個是好 我想這個我們怎麼樣讓年輕人 真正有那種像狼一幫的精神 那個能夠在人生的路上一馬當先 不過我自己會覺得 第一個這個飢渴吃的食物 年輕人跟我們不太一樣 我們是什麼都要吃 就是我們小時候 什麼叫做好 就是樣樣都要好 才叫做好 但是現在年輕人 我們可不可以他只要一樣好 就叫做好 因為Stay Hungry的意思是說 你餓了 你有需要了 但是現在我們過去 在這個工業時代的體制裡頭 我們叫做這個吃得苦 中苦 放為人上人 所以我們可以做到得治 體群樣樣好 然後我們可以出去創業 但在這個生態系裡頭 不是要求的 不是你要樣樣好 但是你要有一樣 比所有人都好很多 如果你的電腦特別好 你可不可以不休學 你的電腦好 其他當了一屁股 那個叫專注 那叫專注 我譬如說 我們再舉個例子來講 我有一個學生 他創業創了六次 他三十幾歲 他說老師 我終於創成功了 我說你創成功 你說這六次的創業機會 你學到了什麼 他跟我講了三次 現金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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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說以前他在學校的時候 會計當了一屁股 他會計怎麼讀都讀不會 但是因為他後來發現好幾次的創業失敗 都是栽在這個現金上面 他說他現在這個起床 以前起床第一件事情是寫程式 現在起床第一件看現金流的報表 他說以前會計他完全看不懂 當他發現這個東西 跟他的企業生死存亡 有關係的時候 他說老師很奇怪 這些報表他都看懂了 為什麼Stay Hungry是說你當有一個需求的時候 你去餵他 但是現在臺灣的教育體系是說 學生沒有需求的時候 對不起 你把這一百多個學分都要修到什麼 最好修到A 因為你才叫做好學生 但是我們常常忘掉了 很多在生態系裡頭 學生要的不是一百個學分 樣樣好 他只要一樣好 在生態系裡頭 他就能夠生存下去 我覺得我們的教育制度 這幾百年以來一百多年以來沒有太大的改變大學教育 但是我們會覺得過去我們是單打獨鬥 但是未來如果打的是群架 打的是生態系統的時候 我們覺得這種一樣好就叫做好 你要把這一樣做到極致 你一樣可以成為一個好學生的觀念 應該要帶到這個學校裡頭來 這時候學生才會覺得我是hungry的 我對我有興趣的是hungry 或者是未來對我需要的hungry 但是在我沒有興趣 沒有需要的情況之下 你叫我在一百多個學分 每個學分都要拿到A的話 我覺得現在不適合現在年輕人大多數的個性 也不適合未來在生態體系中的一個概念 我想這個就是講得很清楚了 就是說如果你能夠在人生的路上 在一個點能夠爆發 我相信那個可以開很大的話 你看賈伯斯這個Rockburg 通常都是這樣子 一個當中 其實我最近看到這個 我那天在找那個全世界三十大經濟體 是 我來找到Bloomberg 他裡面居然沒有臺灣 這個就告訴你 最近包括像巴拿馬的斷交 很多人都很氣餒 那我特別要跟大家講 就是說臺灣如果在從全世界 用經濟體來做排行榜的話 臺灣其實我們跟阿根廷 阿根廷是二十一 阿根廷現在是五千八百四十七億 臺灣是五千四百二十六 我們在全世界二十多名 換句話說兩百多個國家當中 我們最少贏兩百個 所以我們常常感嘆說臺灣很小 我們如果按這個排行榜來講 我們全世界排第二十多名 我們哪有小 所以大家要有點志氣 為什麼 真正臺灣 其實昂然闊步 你在全世界的舞臺當中 昂首闊步好好去競爭 我相信年輕人可以找到一個 未來很好的出路 今天謝謝盧教授 謝謝葉秉承 葉教授 謝謝大家觀賞 下週同一十文 請大家繼續收看 謝謝大家的歌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